欢迎回来这一期维多的频道 今天呢要和你们分享一下 今年前我自己的一段经历 从而可以给现在 如果你们有一些人想要整容 或者是对自己的外表非常不满意 分享一些过来人的建议 那在这个故事呢 发生的日期已经是在 七八年前应该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应该是在大一或者 大二的暑假 说实话我现在不太能记得清了 从小到大呢 我是一个单眼皮的女的孩 但是呢我的眼睛很长 所以小的时候 我对我自己的想象也没有什么不满意 这个呢是我小的时候去照的大头贴 你能看到哪一个是我吗 那在里面的话 这个不戴眼镜的就是我 其实当时的话 我觉得长得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看的地方 但是呢这一切在上完大学以后 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因为到大学以后呢 就会有长得非常好看的那些女孩子 她们是眼睛大大的 有着长长的睫毛 然后一旦画一些眼影 哪怕是非常淡的粉红色 或者淡淡的大地色 都会显得非常有层次 而且睫毛可以刷得又长又卷又翘又密 就完全是那种单眼皮的女生 没有办法羡慕的来的眼型 然后当时在每次上课呀 或者是文艺会演的时候 就会觉得其他的女生长得特别好看的 还是从旁边走过去 就会特别羡慕那种又白又高又瘦 眼睛又大鼻子又挺的女孩子 所以本来在从小的时候 一直到高中毕业 积累起来的那种自信心 会在上大学的时候突然面临瓦解 于是就那种渴望就逐渐变成了 我去研究怎么样自己去做双眼皮 那就会开始研究 我相信你们也一定经历过那一段 如果你特别渴望双眼皮 你一定知道各种类型的双眼皮胶 双眼皮贴 双眼皮的用一条线勒出来的 包括双眼皮的镊子 双眼皮的撑子 双眼皮的等等等等 一开始我在不熟悉的时候 我去学习用双眼皮的贴 当时呢 就是贴的非常的不理想 我妈每次说我在贴的时候 看上去很明显 一旦画金色的眼影 想要点亮一下眼珠中间 就看上去像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一样 所以如果你现在看我 你可能不认为我是一个 肘容失败的样子 是因为听我缓缓到来 所以当时我在对自己眼睛 很不满意的情况下呢 终于有一天在一个暑期 在家的时机 我说那么我想去 去把眼睛彻底的做成双眼皮 当时呢就在知乎呀 人人呀 QQ空间呀 去搜各种关于双眼皮的做法 那么有有用这个用线的 还有是全切的 有半切的 有这个那个 反正就是各种非常不一样的方法 后来我认为既然是要做的话 那么就做一个全切的 防止那种埋线的 可能以后会会会反弹 然后就不一样 还要再做一次 岂不是要受更多的苦 于是当时我选择了全切 但是在做这个的过程中 嗯 其实也没有没有出现什么 不适应或者是不舒服的情况 嗯 打的麻药 然后只是感觉有牵扯的感觉 但是到后面 在下了手术台以后我才发现 就是眼睛的话 因为有埋线的过程 就会觉得有一只 这只眼睛它的线紧一些 这只眼睛它的线松一些 但是我也没有做过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是正常 还是不正常 我也去没有和它反馈 而且当时有一点是 我在暑假的后半段 才要决定去做双眼皮的手术 而没有 嗯 去去真的是非常慎重的 去选择医生和医院 那于是在 嗯 比较仓促的这个情况下 就就快快的做了这个手术 因为我想在一回到学校 就一个全新的面貌啊 就一大大的眼睛 嗯 可以把睫毛翘起来 然后迫不及到去刷眼影去去 去迎接新的大学生活 可能都会找到 特别爱我的男朋友等等等等 但是我当时自己心里面是 是很没有 很没有谱的 就心里面还是有一点 疑惑惑惑的的感觉 然后到后面 再慢慢的愈合 再消肿 嗯 一直到学校都还是比较肿的状态 然后到后面的话 就会出现 我发现两只眼睛的退肿的 程度不太一样 就如果你们现在可以 看得近一点的话 我现在的话是 这只眼睛的双眼皮是比较深的 但是这只眼睛的双眼皮是比较浅 需要我稍微用近 这样睁 或者是用手把这里这样捋进去 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双眼皮 一般来讲这边 因为当时性收的比较松 所以在愈合的状态下 它并没有很好的收紧 于是当时最大的这个转容失败的点 就是两只眼睛 非常的不一样大 尤其是在比较肿的状态下 就更加的明显 现在已经事情过了很多年了 加上化妆以及我个人的调整 那么现在通过一系列的方式 看上去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在当时是 是是是非常的 就是一眼可以看出来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们了解我的人设 我是从小到大一直就是非常非常积极 非常乐观的这么一个人 我不能够突然接受这样一件事情发生在我的外表上面 当时我就很不明白 为什么要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在我身上 就会严重到 我会训练自己专门用一面镜子去看我的眼睛 那么经常看一个方向会明显的 把自己的大脑迷惑住 就会说 我两只眼睛看上去好像是一样大的 或者我会用手专门这样去扒一下 然后再看啊 人家一样大了 就会骗自己这么一下下 但是如果你用手机照相 你把那个镜像一旦调整翻转一下 你就会 我就会明显的能够看到两只眼睛不一样 然后情绪就会稍微的这么低落一会 而且最尴尬的情况呢 就是和不熟的人 或者说第一次约会的男人啊 或者是其他等等等等 如果有这种近距离的一对一的接触 他们就会盯着我的眼睛 然后就看两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对称的地方 然后盯了一会我就会有那种不安全感 就是会觉得他们是在看我的眼睛 是在看我眼睛不一样 还是是在看我的 就会有那种非常一意乎乎的 不舒服的感觉出现在心里 那这种感觉持续了很久 那直到我 而且当时是因为尤其的在意外表 不仅仅是长相 还有当时的身材 就会想要说 一旦我做了这个手术 然后我就可以去 去再少吃几顿 然后再多动一动 接下来的日子里呢 我就可以成为 我一直想要成为那大学里面 最美的那个白瘦美啊 等等等等 但是因为当时对于外表的这种痴狂 以及做决定的时候 非常的莽撞形式 还有就是 对自己深层的不满意 我认为 现在想一想 是这些不满意 以及对自己的挑剔 才吸引来了这一系列的 我认为不是很 好的事件 但是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 当时的我呢 有一直在开导自己 我是说凡事发生 必有利于我 这样一件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凡事发生都不是偶然 我一直在告诉自己这句话 我就在想 这件事情到底告诉我什么 这件事情到底对我来说 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会有什么样的转机 那么这里我跟你们讲一下 当时两只眼睛不一样 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每一次照相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自己眼睛不一样 然后心里面就会想 哎呀当年为什么要积极的 做那场手术 当年为什么一定要 男为自己去做这个 刷眼皮的手术等等等等 然后说交男朋友的时候 都不能够指示人家的眼睛 有一阵子就会有一些 出门的恐惧症 不想和别人去指 一对一的这样子做指示 但是后来呢 由于我自己对于自己的心理的训练 我尝试着把我的注意力 从百分之 几乎是百分之一百的focus 在外表方面 转移到了对于我自己 其他方面的提升 那在这个方面 由于当时还在大学 刚好在手术以后的不久 我们就是要去出国 因为我学的是意大利专业 所以那一年呢 我们去到了意大利 由于换了一个环境 大家都是新的 所以很少会有人 因为在意大利那边没有人听说过 双眼皮手术这种东西 所以他们也看不出来 然后我就告诉别人 其实我就是天生的一单一双 而且我当时在想 既然我已经到了意大利 花了家里人的钱 专门出来留学 那么我一定要学出一个样子 那在当时的时候 虽然我也是非常在意自己外表 当时因为整容的不理想 对于心理的影响 但是我把自己的注意力强行转移到 可以让我提升学识的 气质的和风度的 以及如何去学习和别人相处 这些内在的东西 而忘记了去专注外在 在这个转移之后 我发现我的人生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自由感 就是我不用再去在意 今天看上去怎么样 我只要专注于 今天我感受怎么样 今天我让别人的感受怎么样 我有没有做一个 很好的倾听者 今天我有没有学习 更多的意大利语 今天有没有学习 更多的英语 今天有没有 比昨天在思想上 在学识上 在见识上 又进步了一点点 我发现当我把自己的眼光 不仅仅每天是放在 如何学习化妆 如何学习穿搭 如何放在那些浅显的 片面的东西上的时候 我真的进步了很多 而且慢慢的 当我不再把所有的 负面的注意力都放在 我两个眼睛不一样 两个眼睛不一样 每天我都特别难过的 这样子就是强迫自己 要把两个眼睛弄一样 我一旦不再专注于它的时候 我的眼睛慢慢的就变一样了 而且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两个眼睛 不一样的情况 我就完全放弃了化妆 完全放弃了怎么去打扮 基本上就是画一画眉毛 因为我觉得我 我就是真的是不想面对这件事情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 它慢慢的因为我的注意力的转移 而变得越来越好了 而且在这个期间 我还结识了很多的好的朋友 而且 因为外表变得没有原来这么理想 反而让我在外表上面变得怪怪的 就是自信了很多 因为当你有了学识 有了气质 你会发现外表真的是 只能帮你进入一开始的某一道门 可能会让你变得更加有可能吸引到别人的注意 但是也仅仅就只是帮你到这里 不管是你和朋友的相处 还是和恋人的相处 还是你和上司和老师的相处 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你的长相 长相只是意识的外表上面的吸引 但是说到底 人们还是不在意你长得好不好看 人家在意的是你给他什么感觉 你有没有让他觉得他很受重视 他很受那种被你赞赏的 被你需要的感受 你长得好不好看 对吧 对我来说 对他们来说 真的并没有那么重要 只是对你来说很重要而已 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 而且我一直在对自己说 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 我一定要从这件事情上学习到 我不能再因为认为自己不好看 而对自己在心理上全打脚踢 不能够再对自己的角色认定上 总是认为自己不如别人 总是因为一些外表上的 不能够改变的硬件 比如说我眼睛就是这样 我的鼻子就是这样 我的嘴巴就是这样 那难道说我现在长得不如你 我一定要整成一个什么样子 我才能够强过你吗 并不是这样的 我学会了去多角度的分析 自己各个方面的才能 加起来可以给别人一种 什么样的综合价值 而不仅仅是外表长成什么样子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虽然我当时可能想不通 但是现在的我再回去看 会发现他当时其实是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提醒 换句话来说 如果当年我的双眼皮的手术真的是超级成功 那么很有可能我还会对我自己的鼻子不满意 对我自己的脸型不满意 对我自己的耳朵发际线 对我自己的胸部 对我自己的臀部 等等等等 我可能都会不满意 而且我会觉得 双眼皮手术做的又简单又快速又成功 那么接下来我会要把全身的各个部分都整一遍 如果我当时是这样子的话 很有可能你现在看到的就不会是现在的我 那你可能会看到的是一个因为整容特别成功 看上去就和你见过的那些网红都一样 但是大脑里面我却没有刻意的去补充 或者是在内心去提升的人 那么我就会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没有什么灵魂的网红 可能会靠着年轻吃一些年轻的饭 但是就是并不能够帮助到你们在心理上有任何的提升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当年真的没有这个经历 那么我也就没有办法和你们去敞开的沟通 在一开始并不好看 如何慢慢的从自卑再次转到自信 通过对于自己的头脑的学识的投资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综合的实力 更加能够有底气的吸引来你想要吸引的东西这些 所以这个视频并不是一个整容劝退的视频 但是我希望你在整容在决定你整哪些部位之前 先要做的事去肯定自己和接纳自己 不管你现在对于你的哪一个部位是不满意的 我不知道是因为你去拿自己经常的和别人的硬件去比较 才得出的结论是你不美 还是说你家里人或者说你最好的朋友 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手术 那么你认为你做了以后也非常好看等等等等 我希望你先去分析一下这个手术的动机 到底是因为你内心里面真的认为你是超级丑的 一定要通过整容才能够拯救你 还是因为你认为你单单就是因为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特质 你认为这样会让你更好看 而且你在整容前一直脑海里面想的是那个美好的样子 而不是因为特别嫌弃和厌恶自己才去做整容这件事情 因为根据吸引力法则的运行原理 当你非常嫌弃自己的某一个部位或者某一个长法 那么你吸引来的这个频率将会是更多的你厌恶自己长相的事物和东西 如果你不改变这个想法 你很有可能要么是整容会面临一些小小的问题 或者说整出来的样子和你的想法不一样 不够理想或者说你总会有更加不满意的地方 你想要去做更多的手术动更多的部位等等等等 不管你要怎么样整容之前这里用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 先去肯定自己接纳自己告诉你自己我爱你 如果我想要更好我可以更好 我可以通过谨慎的全方位的咨询 我再去考虑到底要做什么 而不是更丰的看哪一些医美的项目流行 你认为你这样做会好看 然后这里动了会好看 眉毛和眼角动了会好看 嘴巴会好看 风唇会好看 因为很多美的项目他们也是像时尚一样是轮回的潮流 可能你现在整的这样好看 以后可能就不流行 比如说欧式的宽大眼皮 可能以后就流行了一种自然的上行的双眼皮 或者说现在流行风唇 可能以后又流行薄薄的唇 这种事情我们都说不好 所以请你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 先不要因为某一个审美潮流 就一直在难为自己 或者在树立自己的审美观 你的审美观请以你自己现在的基础再来调整 或者说先调整你的心态 你的气质 去发现外表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外表只是帮你一块敲门砖 它做不到帮你去建立人和人和人和成功之间的桥梁的时候 你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减少的时候 你会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对你真正有意义 对你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当你把你的能量 当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学识 风度 气质 见识上 这些东西是别人学也学不来 偷也偷不走的 它们会和你的外在形成你独特的标签 形成别人看到你就知道 你心里面有别人拿不走的 也打不坏的那种自信 当你建立起来那种强大的自我 你会发现外表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 而且想要有美好的外表 其实最重要的不仅仅是五官 而是你对于头发的保养 还有你的皮肤和你的牙齿 这三项加起来将很大的改变你给别人的一个看法 那如果你的五官放在一个非常干净的 非常整洁的牙齿头发和皮肤比较光滑的这个画布上 再加上你内心里面非常的有内容 有气质 有风度 整体给人的感觉都不会是丑的 可是如果你在整容以后总是觉得自己这里不好 自己那里不好 而且你心里面还没有什么内容 脑子里也没有什么内容 又没有什么市面 自己的钱都用在投资外表上 那么你会获得的可能真的是一些种容 医师他们没有什么经验 或者说拼凑起来的各个部位的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这里真的是过来人的经验 希望你们能够从这个视频当中意识到爱自己和接纳自己是多么的重要 在你年轻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内在 放在对于身体对于健康以及对于大脑的投资 比起你现在去在医美的项目上去去做一些什么水光针啊 玻尿松啊 还有一些我听都没有听说过的项目 不知道要好了多少 希望你们能从今天开始学习如何爱自己 接纳自己 肯定自己 照镜子的时候说 我爱你 我真的很爱你 你真的很好看 你今天真的很自信 很美 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够看到你所发出来的自信的光芒 你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在每天给自己打一记强心针 如果你现在问我 你后悔吗 你后悔曾经有整容不成功的这件事情的经历发生在你身上吗 我还是想跟你们说 我并不后悔这件事情的发生 如果当年这个事情非常成功的 可能你现在看到的我就不会和你们说现在这样的话 我愿意把这段经历分享给你们 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不再有影响 而是因为我想让你们意识到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现在只不过是人体形式存在的能量集合 当我们有一天远离人世的时候 这个人体就会慢慢的分解掉 和土壤一起变成其他形式的生命 所以如果在我现在有能量是有生命表达意识的个体的时候 我经历的事情如果分享给你们 那么我认为就是有意的 如果你能从当中学到我的经历 这个算是买来的一个教训 如果你可以从当中学到 那么就代表我作为一个生命体 经历的这件事情没有白经历 没有白过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希望你们不管是整了容不满意 还是整了容满意 还是想整容又不敢整容 又怕不等等等等 先看一看这个视频 先学会接纳自己 再考虑决定投资整容 再考虑这个真的是不是你想要的 还是看了外面太多的影响 专注于太多的外表 专注于自己哪里不好看 才做的仓促的决定 因为一旦你整了一个部位 整得成功了 很有可能你会有惯性的 想要整其他的部位 最终整成像韩国的小姐选拔一样 大家看上去都差不多 但是脑子里面却空空如也 好了 这个就是维多过去的故事 别的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 这个可能是我 最想和你们分享的东西 OK 那之前呢 因为减肥 我还经历过暴饮暴食 包括推特的这一段经历 在这个频道呢 也做过相应的视频 希望你们也从这个里面 找到你的力量 希望你们能够早一点走出来 因为对自己的外表不满意 对于自己的长相和身材 不满意的女生 每天在心里面 重复的很多的负面的话 消极的话 会逐渐的侵蚀 腐蚀掉你对你自己的爱 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把眼光放得长一点 放得广一点 不仅仅专注于外表 要注重于你作为一个生命体 你是能量的集合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因为你就是要长得好看 你才有价值 我最怕别人把自己的身材 把自己的长相作为一种符号 等于你自己 如果你不好看 你就什么也不是 如果你身材不够瘦 你就是没有意志力 等等等等 我真的希望你们把自己 当作一个活在当下的生命体 去感受生命辐射给你的能量 感受我现在辐射给你们的能量 当你们有一天回首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会意识到 原来维多早年说的是这个道理 OK 希望你们能够早一点看到这个视频 早一点认识到 内外兼修 学识 气质 风度 我们去加强那些别人拿不走 别人学不到的 那才是你 独一无二的你的表达方式 希望你这一辈子都不白火 希望我的故事 能够鼓舞和影响到你们 谢谢你的观看 我和你呢 就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再见啦 我和你呢